最近在社交平台網站有一些頁推出了這個壓槍鼠 這隻滑鼠也要幫你做好所有壓槍的動作 令到你可以很簡單地打死一個對手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這回事呢? 一起試一下這隻壓槍鼠 打開箱子送了一張PUBG的滑鼠墊 都蠻精美的 你知道淘寶是喜歡做這些的 先把黃豆丟掉 主角就是這隻所謂的壓槍鼠 深圳市有一間科技公司推出 上面寫著Gaming Mouse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這張說評書有寫著這隻滑鼠叫做DY801 叫做食雞混 黃浩混的混的程式電競遊戲滑鼠 這隻滑鼠的樣子就是我最不喜歡 和最不討好的外形 因為它像很多平時打電競滑鼠 所以我很討厭 我很討厭這一類的 可能會按到某些我不喜歡的鍵 例如有些鍵是轉DPI的 很靈性的滑鼠一隻耳朵很快 而這款滑鼠附送了一張說評書 還有一個驅動程式 驅動程式裡面有DPI 有燈光的調校 其實還可以把你自己的一些槍械的參數 放進去 這個所謂的參數 賣家都已經準備了給你了 它有一系列的參數 包括AK滑鼠的移動速度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數字 幫你放進去這個驅動程式 而你在桌面單點 這個左鍵 你沒有把滑鼠扯向下的時候 你都會發現它不停會把指標扯向下 入到遊戲當中 譬如你拿著一支Dekomi Gun 你會看到它的彈道 你當不了像AKM4一樣 是可以穩定地 是不停幫你向下移動的 但是某些槍械 你一開始 你開頭不熟悉的時候 就很容易炮槍了 因為滑鼠步 當你按左鍵的時候 它就不停幫你向下拉 但其實你沒有向下拉的滑鼠 只不過它是幫你自己 不停向下做這個動作 我試過用HEMI 49 但是如果你不是手部自己的動作 是幫手扯的話 一樣押了槍的話 都是很飄的 那我覺得在AK 會比較顯著一點 用AK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幫你不停向下拉 因為AK大家知道 它的後座力很大 那本身如果你不去押槍的時候 槍是很飄的 不停向上扯的 那滑鼠就不停幫你向下拉 你不要阻礙那個所謂的後座力 其實大部份的槍 M4 AK 即是一些連射的槍 你會記得到它用的時候 它真的可以幫你保持一個電動 但問題是 那個範圍裡面 其實它都是不停向下拉扯你的滑鼠 如果你手部的動作 不是向上推 甚至乎有一點點抗衡的動作 它就會不停扯到你的腳底下 滑鼠你慢慢用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沒有修改任何遊戲的參數 只不過 它有自己的驅動程式的程式裡面 幫忙做了很多的動作 幫你把滑鼠就是向下拉 就形成了所謂的壓槍的動作 但是在過程裡面 也有很多的地方是不完美的 PUBG就試了 CS GO又怎樣呢 CS GO一樣都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如果你拿著AK不停按的時候 它一樣都會幫你掃到你的腳底下 所以你自己人手其實都要做一些工作 可以說是壓槍 但只不過是你要控制它的範圍 是比你沒有用這些所謂的壓槍鼠低很多的 一直在這幾年都聽到很多的傳聞 就是說很多的職業選手 將這些所謂的參數 放進去某個牌子的滑鼠 因為那個牌子有它自己的驅動程式 是可以修改一些參數 成為了一個就是這款遊戲也好 甚至FTS界的一些舊柄 一些畫柄 這次的這隻所謂吃雞的壓槍鼠 明顯就看到有這些程式的輔助 是真的可以令你做少很多的工作在裡面 不過我想澄清的就是 其實PUBG的發言人已經說過 用這些的輔助滑鼠是等同於作弊的 四個字去總結這隻滑鼠 旁門左道 即是如果你很認真去玩FTS遊戲 玩玩石器類型的遊戲 不應該由這些滑鼠入手 即是經常都說玩壞手勢 打壞手勢 這些滑鼠正宗真的會打壞手勢 而且我覺得官方都已經 發現人都曾經說過 就是說這隻滑鼠是 他們會當為外掛的一種 即是在比賽當中是不能夠使用 但你在家裡 即是剛才都不停地說 就是說它沒有修改遊戲的參數 所以基本上官方是不會觸得到這些滑鼠 那即是今天做這個評測告訴大家 有一樣這樣的產品在市面上推出 不論在淘寶或者在香港 也有些Facebook的網上商店 在賣這一樣東西 但我自己本身 是真的一點都不會建議大家 去使用這個滑鼠 最重要的原因 剛才就說了 一定會壞手勢的 而且旁門左道 那我覺得你真的很想鍛鍊自己 甚至乎是真的打造自己的實力 自己鍛鍊自己的實力的話 一定不可以用這些垃圾滑鼠 希望大家可以用這趟的時間 可以用這趟的時間 我家裡的壓力 感谢观看